白色手旅车的车头几乎全毁 撞在水泥桥墩上 这场车祸发生在新疆塔县 车上全是台湾旅客 出车祸的那个司机 他为了要超车 再加上可能路况不熟 所以去撞到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分割岛 刚好在司机的右侧的那两位 比较严重 司机没事 但车上的四名台湾旅客受伤惨重 坐在靠外侧七十多岁的 诚信男子不致身亡 而同样靠外侧的六姓男子 脾脏破裂陷入昏迷 其他两人则是骨折 整起车祸造成一死一昏迷两伤 根据了解这期旅程 是由一名六姓男子发起 他是富邦旅行社的经理 带着二十多位亲友组成团自由行 二十三号傍晚行进塔线 总共有四辆车 第一辆车出了严重车祸 司机超车自撞乔敦 酿成一死三伤 在二十三号的傍晚行进塔线的时候 当中有一车发生严重的车祸 造成一位游客死亡 一位昏迷 伤者的亲友急着要飞往大陆探病 但护照和台胞站过期 向海基会求助 此事才曝光 而该名伤者的亲友也在二十七号下午 顺利飞往新疆 那一位伤重分泌的人员被送往新疆塔线人民 医院进行急救 那两名骨折的伤者 意识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台湾目前还没开放旅行社组团到大陆旅游 观光署曾经 已经向富邦旅行社求证 是由经理廖志良自己带团前往新疆 并非透过旅行社办理 因此没有违反禁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